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小民前往郵局零貴提款 過程中需要輸入存款密碼 且最多只能輸出三次 就錯了還可以再輸一次 錯了還可以再輸一次 連續輸三次都錯的話 帳戶就會被關閉 已知存款不密碼他有四位 若小民只知存款不密碼有1279四個數字 順序忘了 請問小民成功輸入存款密碼之機率 他可能是第一次就成功了 我們看這個排序有幾種方式 1274的話 他的那個排列的方法數有四階層 所以他密碼 密碼的話有24種情況 24種的可能情況 其中有一個情況 他是真的密碼 那他第一次成功就輸入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次成功輸入 那個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那如果是第二次成功輸入的話 也就是說第一次是失敗的 第一次失敗他的機率是二十四分之二十三 其他二十三個是錯誤的話 他輸入了其中之一 好那第二次的話呢 現在只剩下二十三個數 只剩下二十三種情況 他第二次不會再輸前面那一種情況 他一定選擇另外一種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成功第二次成功呢 他的機率是二十三分之一 第一次失敗 然後呢第二次輸入成功 這機率是這個 這個也是什麼呢 也是二十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第二次成功輸入的機率是二十四分之一 第三次輸入成功的話呢 他是第一次失敗 第一次失敗的話 他機率是二十四分之二十三 第二次失敗的話是二十三分之二十二 第三次成功的話 他是呢二十二分之 剩下二十二個 二十二分之一 那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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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二十四分之一 就是說他可能在第一次成功 可能在第二次成功 可能在第三次成功 他們都是二十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 他成功輸入的機率的話呢 是等啊 是這個三個加起來 二十四分之一 第一次成功 或者是第二次成功 或者是第三次成功 這個是二十四分之三嘛 三八二十四 所以是八分之一 我們來做三十五分之二 還有第二次成功 也會做三十八分之一 這些成功